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谈一下通奸除罪话的迷思 我是曾献吟 什么是通奸罪 通奸罪就是用刑法定罪并处罚婚外性行为 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 由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其相间者一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出轨的配偶还有小三或者是小王 都应该被处罚 那么通奸罪到底有什么功效呢 为什么我国要有这条法律呢 根据曾经做过的大法官554号的解释 通奸罪具有预防通奸保护婚姻的功效 它不但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 也可以增强人民对婚姻的尊重 更有维护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功效 那我个人认为通奸罪特别是保护女性跟孩子 我们看到通奸除罪化的五个理由 也是常常我们可遇到的五大迷思 第一个要支持通奸除罪化的理由是认为 通奸罪它成为是一个压迫女性的法条 应该被废除 但是它忽略了然而我们国家的通奸罪 它是男女都罚 这是公平的 但有些国家不是这样子 它是只处罚女性 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是比较不公平的 第二个支持通奸除罪的理由是说 刑法不应该介入私人的情感 这个忽略了 婚姻不是只有私人的感情 法律它所顾及的是国家的重大的公共利益 那么特别婚姻又牵扯到配偶跟下一代的这样子的利益 所以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再来第三个理由支持通奸除罪是说 你看通奸除罪应该的啊 因为通奸罪就不能够杜绝外遇的现象嘛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杀人罪也不能够杜绝这个谋杀的事件啊 那如果照这个逻辑是不是连杀人罪都不要呢 所以其实法律呢是叫人之罪的 教化改变社会要靠教育跟大家的努力 好另外一个理由是说 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通奸罪了 所以废除通奸罪是先进国家是进步的象征 但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国情跟废除的原因都不一样 美国到现在还有二十几个州是有通奸罪的啊 那最近废除通奸罪的印度则是因为 他的通奸罪只处罚女性 不处罚男性应该不公平嘛 本来就应该废除这样不公平的法律啊 所以但是在我国的我国的通奸罪 他是平等的是男女都法 好最后一个理由我是觉得更扯啦 认为说性自由不应该说婚姻的限制 所以通奸罪呢 他阻碍了这个人的这个性自由 但是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你要性自由你就不要结婚嘛 婚姻本来就应该彼此忠诚 所以婚姻跟性自由本身就是冲突的啊 如果你要结婚就应该受到约束 那么我们在偶像剧当中常常看到啊 就是比如说小三跑到原配的面前呛 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第三者 哎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啊 如果通奸罪再被废除了恐怕只会更多 那么有律师朋友告诉我说 现在就已经有小三会呛啊 跟那个原配将说你要多少钱直接说吧 那么未来啊 如果说通奸罪没有了 什么事都可以用钱解决了 但这个才恐怕才是问题的开始 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 如果全部都是用民法相关的配套 都还没有很成熟的情况里面 就把通奸罪废除了 只要有钱就可以外遇吗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心中的问题 恐怕未来的这种现象 外遇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好最后总结一下 通奸罪它有保护个人经国家利益的功效 所以不应随便被废除 通奸不但不应被处罪 而且通奸应该是重罪 保护婚姻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国家的责任 特别请大家记住 通奸罪具有保护女性跟孩子的功效 我个人认为通奸罪伤害配偶跟孩子 比诈欺、侵占、背信还严重 买到海沙屋、买到辐射钢筋屋 你都会气得去告对方 如果对方欺骗你的话 更何况是在婚姻中这么重大的一个背叛呢 我认为通奸罪是严重的伤害配偶跟孩子的 所以要请大家跟我们一起 我们反对通奸除罪 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需要通奸罪 来保护我们的婚姻跟家庭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